各位聽眾久違了 這一陣子我跑去躲起來了 因為聽說世界核子大戰就要爆發了 開玩笑的啦 首先我們先來看一下 川普總統跟普丁總統的一段錄影帶 當普丁對上川普的時候 會發生什麼情況 核對核 在世界上我們面對核對核,特羅斯 和歷史上像中國和Russia 他們挑戰我們的意志 我們的經濟和價值 為了我們的防守 我們必須改善和建造我們的核心 希望不會再使用它 但會令它這麼強 and so powerful that it will deter any acts of aggression by any other nation or anyone else so now you have to face the facts have to make sure that I'm not bluffing and I'm not bluffing we will take action instantaneously no matter what the consequences are 好我先來為各位解析一下 剛剛川普他首先就宣告說 這個是在他的1月30號2018年的首次國情之文的時候 公然嗆聲公然發布這個消息說 好他要重建美國的核武 那為什麼要重建美國的核武呢 因為面對紅色政權跟恐怖主義 而且是針對強勁的對手俄羅斯中國 必須要重建這個核武 再一次完全強大到可以足以喝止任何侵略的這樣子強大的一個程度 一個月之後普廷總統也是不甘示弱就在3月1號2018年的時候 他的國情之文裡面他也就明明白白講說 I'm not bluffing 我不是在扶你的 Bluffing這個字呢是打撲克牌的用語 他的意思就是說我手中是真的有一張S牌的 你不要以為我沒有喔 所以你如果你手中拿的是一張K啊 你以為我沒有S你知道嗎 我就說啪我把這張K就打下來了嘛 我就要看有沒有S這張牌啊 這叫call bluff I call you bluff 普廷的意思就是說 I'm not bluffing 我手中也真的是有這張S牌 你這張K打下 我這張S就可以打下去 那等一下我就讓大家看看 他講的那些S牌 到底是哪一些 這我們後面會講到 好另外他 大家有沒有注意到他還講到一個字說 No matter what consequence 就是他不計任何代價 不計任何的後果 一定絕對會全力反擊 講到這裡我就跟大家宣布說 我帶著很沉重的心情 很嚴肅的心情跟大家來宣布說 不知不覺當中 我們覺得每一天好像都是一樣 其實聽到他們之間的互嗆的時候 我宣告 我們現在已經進入了新的核子戰爭的時代 2月12號2018年 時代雜誌的封面標題 大家看一下螢幕上面 Making America nuclear again 時代雜誌公然就用這個標題 當然這個意味呢 是有在取笑川普的意思 這些主流媒體呢 總是不放過任何的機會 來取笑川普 所以當川普說 Making America great again 讓美國再度為大的時候 他就借用了一個川普的標語 然後就說 川普現在要再度讓美國成為核武 Making America nuclear again 好下面大家看到的這一張照片 這個就是時代雜誌裡面的內頁 這裡面大家注意到這個字 The nuclear poker 有沒有 好 這裡面講的就是說 川普總統呢 現在要開始重新打核戰 或是核武撲克牌 那意思是說過去呢 本來這個核武的撲克牌 大家已經停下來不晚了 那這個照片上面呢 你所看到就是內華達州 從1992年就被停止所使用的 地下測試核爆的設施的照片 大家在上面所看到的呢 那個有點像月球的火坑口啊 一個黑色的圈圈的這個 這個呢 那裡有很多 那個就是核子武器在地底下 4000尺爆炸引爆以後 它所發生的威力跟那個熱度 把那個表面的岩石啊 Bedrock 可以把它給融化以後 然後呢 再把那個砂 融化就變成砂了嘛 砂呢 又被變成Fuse 就完全被溶解掉 所以就會形成這樣一個一個的線坑啊 那這個呢 25年來沒有被使用 但是根據時代雜誌的報導 就在去年的下半年的時候 他們就收到白宮來的指令說 Get ready 要重新準備開始再度使用 為什麼時代雜誌會來報導這個事情呢 重要的就是因為 川普總統在1月30號 2018年的首次國情諮詢當中 剛剛大家在片頭一開始就聽到 他已經聲明了 他要開始重建核武 那這裡面他講到的這個重點啊 他說要讓他強大到可以下足一切 其他國家任何人的侵略 本來我在聽川普總統的國情諮詢的時候 我真的是聽得如痴如醉啊 聽他講話就好像蔡琴那一首讀你一樣 你知道嗎 川普的一舉一動 總是那麼引起全世界人的關注 然後他講什麼話呢 會牽動我們的神經 你的一切一動 左右我的視線 你是我的詩篇 忽你前篇 也不厭倦 那個時候我真的我聽的是如痴如醉 直到他講說要重建美國核武的時候 我整個人就覺得浑身有點不太對勁了 你知道我覺得說有必要嗎 幹嘛這樣子 幹嘛一定要這樣子 OK 可是呢川普這個道理有道理沒道理 我等一下再來評 首先有一個疑問問大家說 不是1987年的12月份 那個時候 戈巴契夫跟那個雷根總統 他們不是簽署了這個INF協議嗎 就是這個中程導彈條約嗎 大家在照片上面所看到的就是 全世界人終於鬆了一大火氣的時候 當他們全世界的兩大主要的核武庫的領導人 坐下來簽這個合約的時候 那個時候你真的是覺得說 好不容易我們 基於我們後代的子孫脫離這個 核武的威脅的夢魘了 這裡面規定的是什麼 他們會開始來拆毀 總共2611枚以部署跟未部署的中程導彈 其中的美國是859枚 蘇聯是1752枚 而且這裡面規定說 禁止雙方再度生產 還有再度來實驗 來測試新的核子武器 這個是明文規定好的 這個很重要 大家要記得 時代雜誌第24月報導的一個 從五角大廈所提供出來的一個情報 他說在11月8號的2017年 新任的這個MADDOG 外號叫封口 MADDOG的MATIS就是國防部長 他針對北約的29個國家的 國防部長的北約最高機密的會議裡面 宣布了 他們現在已經掌握到情報 證實了說俄羅斯多年以來 違反了巡航導彈的這個規定 因為剛剛我們講過 INF合約裡面合約裡面就有講到說 不再測試也不再發展 結果呢俄羅斯是秘密的發展了這樣子的 Cruise Missile然後他裡面講到一個很厲害的 Cruise Missile叫 SS-那這個呢對於那個整個那個北約的國家的首都 造成了很大很大的一個威脅 因為這樣子呢北約的國家的國防部長們 把他取的一個外號叫做 The school driver 那為什麼叫school driver 因為他們說 This is going to school us 那我把它翻譯一下英文 大家聽得懂英文就覺得 這是雙關語啦 那school的意思就是說 要把我給搞慘了 要來陷害我們這個意思 school 然後他把他叫做school driver 就是羅斯琴 因為school剛好跟羅斯琴是driver school driver又同樣的意思 所以說他們真的知道說 這個是很大很大的威脅啊 俄羅斯到底有沒有違反中程導彈協議 的確是有啊 好 3月1號2018年 普丁的國情之文裡面 我詳詳細細看了 他大概講了快要兩個小時 說實在不簡單啊 65歲的人站著兩個小時講 他身材維持的還不錯 這個也讓我覺得說 我們大家效法一下 人家65歲身材還可以那麼好 大家加強運動 OK好 這裡面呢普丁講了幾個要點 跟大家歸納一下 第一個普丁他有講說 俄羅斯發展核武是被逼的 那他所持用的理由是什麼 就是說第一個 美國單方面退出中程導彈協議 那美國為什麼會宣布他們要退出 是因為他知道你俄羅斯在秘密的 在試驗這些的 是你先違反的 你既然不守約 我跟你守約就沒意思了 這樣就會反而造成美國的危害 這是第一個 但是呢普丁他不講這個 他就講說 美國是單方面 unilaterally 違反退出 第二個他說你們在北約面臨俄羅斯的邊境 還有甚至想要在波蘭那裡安置很多的這些導彈 那個對我們形成非常大的威脅 第三個他說他的言下之意啦 雖然你們沒有發展新型的核子武力 可是呢你們不斷的提升了你們的防禦的能力 以至於造成說我們俄羅斯原有的這個核武的攻擊力呢 等於失效 所以呢核武協議裡面大家所依賴的 叫做互相恐怖平衡 互相牽制互相恐怖平衡 就失去了這個平衡 所以他認為不行 所以他一定要再重新發展核武 在他的這個演講裡面呢 有兩分鐘之久呢 是要讓我們分身的警惕 就是他有講到說 他也同樣的要降低核武的使用門檻 把他從戰略性改為戰術性了 意思就是說以前呢 是你要在面對核武攻擊的時候 你才會發射核武過去作為報復 那現在不是 他是說甚至包括 如果俄羅斯本土或者是他的盟國 遭受到連傳統性的攻擊的時候 他都有可能用戰術性的核武來回應 那他講這句話的時候呢 他特別有指出來說 他們讀了美國五角大廈 二月份所公佈的 核武態勢評估這個報告 他說因為你們官方文件已經講明了說 你們要降低核武的這個使用的門檻 所以你們不要怪我 也相對的這麼的回應說 我也要降低我的核武使用門檻 所以這個就是我為什麼告訴大家說 現在我們要進入的 所謂的新的核武戰爭時代 那這個細節我們後面在講 但是我們先聽下不定這段 我們特別把它也翻譯出來 字幕也放上去了 然後讓我再說一件事 我們要很關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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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的《Nuclear Posture Review》 最近 published in the United States 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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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ur nation it's very clear and specific so I have to say the following any use of nuclear weapons against Russia more its allies small range medium range yet are any kind of attack will be regarded as a nuclear attack against Russia and in response we will take action instantaneously no matter what the consequences are nobody should have any doubt about that 在布丁展示了他的钢铁的决心以后 同时向世界来展示了他们所发展出来的最新核武 首先大家看一下这个无敌巡航导弹 称它为invincible就是所向无敌的巡航导弹 这就是这个组织的决定 這個巡航導彈呢 它可以避開美國的防禦系統 而且呢 它有無限的航程 為什麼它有無限的航程呢 它可以無限的航程呢 因為它自己就攜帶了核子藍鑰在裡面 所以在這裡呢 布丁就糟告全世界說 我有這個 你沒有這個 所以它甚至有講一句話說 Now listen 現在你們要開始聽我的 這是直接對川普總統回嗆的這句話 好 而且大家看到這個巡航導彈啊 它因為又可以貼著地面很低的地方飛 又很不容易被發現 大家看它繞過那個防禦系統 它可以隨時改變方向 所以它才很自豪說 這是所向無敵 我一定會穿透你的防禦系統 接下來它又發布一個更令人震驚的武器 叫做Sarmat Sarmat RS-28核彈頭 這個是洲際彈月飛彈 布丁講到這個的時候 他還故意 有點俏皮式的說 我們稱它為Sarmat Sarmat飛彈 導彈 可是其他的國家啊 意思是說北約啦 美國啊這些啊 給了他們一個外號 那這個外號是叫什麼 他就不講 那我可以跟大家講 那個外號就叫 撒旦二型 Satan-2 為什麼會把它稱為 撒旦二號 用這個名字來取它呢 那我們先看一下這一段影片 這個就是從那個地上發射到那個大氣層外面 然後從大氣層外面呢 再重返地球軌道 有17000公里的射程 它可以飛越北極或是南極的 不管你是在地球上的哪一個地點 它都可以打得到 美國在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丟在長期的 那一顆叫做The Fat Man 胖男人啊 所以這講起來是死亡幽默 大家猜猜看 這個撒旦二號 一顆啊 丟一顆等於丟 這個胖男人幾顆 大家猜猜看 撒旦二號可以攜帶4000萬噸 4000萬噸的TNT的炸藥的 這樣的爆炸力 胖男孩呢 只能夠攜帶2萬噸 所以我們當初說 哇丟在這個 長期的那一顆胖男孩 都已經這麼厲害了 結果撒旦二號 丟一顆等於胖男孩要丟2000顆啊 哇勒 所以只要那麼一顆下去 整個法國 就會成為一片廢墟 還有一點忘記講 就是他是攜帶多彈頭 所以他重返大氣層的時候啊 比如他一次好像可以攜帶12顆還是20顆啦 我現在不太確定 Anyway就這麼多顆啦 然後呢他同時下來 一下子你真的要攔截 非常非常不可能很難攔截 除非你在他還沒有充滿大氣層 以前先把它打掉了 這就讓我們回想到以前布希總統 是他說他們要發展新戰計畫啊 就是因為這樣子啊 因為你面對像這種打到卡氣層外面再重返打氣層 然後多彈頭的 你等他進了打氣層再來打 來不及萬一少打掉一顆怎麼辦 唉 我們想說講到這樣就已經夠嚇人了嗎 沒有 其實讓普廷最洋洋得意的是這一顆啦 這個呢叫做Doomstay torpedo 一樓末日魚雷 他這裡面他有講到是unmanned subsurface submarine 無人駕駛的水底下的 好像潛水艇的這樣無人魚雷機啊 然後這個無人魚雷機呢 叫做他們叫做Status 6系統 那他本身呢是洲際的 洲際是說他的航程非常非常的遠 OK 他呢有5600英里的這樣子航程 不得到怎麼一顆魚雷可以跑那麼遠啊 然後第二個呢 我想的原因也是因為他裡面是 像他講的是有帶著核子的燃料 所以他可以航程的那麼遠 另外呢 他的那個潛的深度可以潛到多深呢 他可以潛到3600尺這麼深度 速度呢可以到100節 潛水艇的速度100節 等於115英里每小時的速度 而且他是無人自駕魚雷機 意思就是說呢 他還可以改變方向 好像汽車無人自駕汽車 我們現在各位 我們現在已經不是發展了 Tesla已經不算什麼了 無人自駕的汽車已經不算什麼了 無人自駕飛機不算 這個無人自駕的末日魚雷 才是我們應該要擔心的 跟關心的 好 而且補丁總統他說 這個是 Noiseless 完全是沒有聲音的 所以呢 你要聽用聲納去偵測他 你也偵測不到 補丁在3月1號 2018年 所發布的這個國情字幕裡面 公開的這些資料呢 證實了 由Defense News 所發表出來的 1月23號 2018年的Defense News 這裡面就講到 剛剛的這個末日魚雷 蘇俄呢是真的是Nucleary Underwater Drone is Real 這個是真實的 而且是從這個 所謂我們剛剛講的核武態勢評估裡面呢 機密資料裡面洩露出來 那補丁證實的這一點 是真的存在的 好 再來呢是 The National Interest 這個也是在1月23號2018年 他所講的 美國的這個海軍的 他們反潛的武器啊 只能夠達到2600英尺的深度而已 而且他的速度啊 只能到55節啊 那比起剛剛講的這個末日魚雷啊 他可以到3280幾乎貼到海底這樣子來飛行 而且他的速度到100節 所以你怎麼追也追不上 聲那也查不到 你要打他 你也打不到 你潛不了那麼深 打不了他 所以難怪普丁總統 你看他講的時候那種 很洋洋自得 很有自信的這樣子的一種表情啊 而且說Now Listen 現在重點來了 為什麼這一顆魚雷呢 被冠上了末日這兩個字呢 為什麼叫做末日魚雷 請大家先深呼吸一口氣 然後跟你旁邊的說我愛你 耶穌也愛你 然後打電話回家 跟你的家人講I love you OK 以後從今天開始每天出門 我們都要跟我們所愛的人說I love you 甚至你的寵物 你的寵物 你的狗 你的貓 你也跟他講I love you OK 好 我們來看一下這一段 Fox News 很精彩的這一段video 中文字幕電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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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百年之久都会成为禁区无法居住 大家看到了没有?这个重点是什么?毁灭不是要来侵占 人类的顶尖科学居然发展到这样子的一个地步 但是如果你是川普总统 你会怎么办?要坐以待毙吗? 人家都发展出来这些东西了 所以讲到这里我又觉得说 川普这个决定也是蛮有道理的 就像他所讲的下主 这个deter这个观念是很重要的 所谓的下主这个观念就是说 我所拥有的东西会让你想到 你所会面临的报复性的后果大到 让你连想都不敢想 所以川普的意思是说 我们要先能够回到有这样下主能力的时候 然后我们才来找对方一起上谈判桌 再来谈不然你现在没什么好谈 那刚刚前面有跟大家分享 普丁总统在国情资务里面有提到说 川普总统的2018年2月发布的核武态势评 他所做的回应 末世先锋小组也特别去把 美国国防部的这份文件 就把它下载起来 有英文的也有中文 我们都放在下面 连结也放在下面 大家可以自由的来把它下载